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人工智慧的狂潮下,苹果正准备大举进军AI。 此前,苹果财务长卢卡梅斯特里在财报会议上表示,公司对生成是AI感到兴奋,过去五年已在相关领域研发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。 其最近几度财报显示,苹果营收907.5亿美元,同比下降4%,净利润236.36亿美元,同比下降2%. 其中,iPhone业务营收为459.6亿美元,同比下降10.5%,可穿戴装置、家居及配件业务营收79.1亿美元,同比下降9.6%,Mac业务营收74.5亿美元,同比增长3.9%,好于市场预期的67.9亿美元。 iPad平板电脑业务营收55.6亿美元,同比下降16.7%,在此背景之下,为寻找出下一个革命性产品,苹果在AI领域动作频频。 近期,苹果与OpenAI达成合作协议,将ChatGPT整合到iOS18作业系统。 不过,据知名苹果内幕爆料人马克古尔曼Mark Gurman则对此表示,这仅仅可能是权宜之计,苹果最终必须摆脱合作方式,建立自己的聊天机器人,并将其深度集成到公司的产品中。 双方已在6月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表重大公告。 OpenAI奥特曼目前也在积极准备,以确保其技术能够支持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的用户激增局面。 当下,苹果还正计划,进军AI伺服器端,打造自家AI运算处理器。 这些处理器将采用生产成本最高的台积电,全新SOIC先进封装工艺,并以3D堆叠方式将处理器整合。 但由于成本较高,短期内,苹果应该没有将其扩展到终端装置的计划。 接下来,苹果计划推出代号为Downa,Brava,Hydra的三款全新M4处理器,以全面抢占AIPC商机。 这些新的M4处理器,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,在台积电进入量产阶段。 此前,由于在生成是AI布局之后,苹果的表现愈显皮态。 作为主要代工供应商,台积电与苹果多年来一直在密切合作。 目前,苹果的多款晶片组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。 其中,A系列处理器用于iPhone,M系列处理器用于最新的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。 具体来看,苹果A17 Pro晶片用于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,它采用了台积电的第一代三奈米节点,也被称为N3B。 此外,苹果最新一代自研电脑晶片M4,已经搭载于最新款iPad Pro,它采用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技术。 而新一波的封装产能和与台积电的合作,对于苹果自主研发的AI晶片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 据悉,从5奈米晶片过渡到3奈米,晶片带来了10%的CPU效能提升,而GPU的提升则高达20%。 而目前,台积电正致力于通过两个新设备提升2奈米晶片的产能。 此前就有消息称,台积电2奈米制成设备安装加速,预计2025年量产。 这也吸引了苹果、徽达、AMD级高通等一众大客户争强产能。 据WCF Tech报道,台积电7月中旬开始在台湾新竹宝山新厂,为苹果公司市产2奈米制成晶片。 同时还将测试今年二季度进场安装的设备和零件。 预计苹果2025年推出的A18、Pro和M5系列处理器将会采用2奈米制成,有望率先用于苹果、iPhone 17、Pro和其他苹果产品。 知情人士透露,台积电于2023年12月首次向苹果进行2奈米制成相关示范,当时预计市产时间为2024年10月。 一级认为,台积电2奈米技术量产进度优于预期,此前市场预计最早将于第四季度量产。 根据台积电的数据,与3奈米制成相比,2奈米制成效能将提高10%至15%,或功耗降低30%,当市产量率达到一定标准时,便可以推进到量产阶段。 台积电将从2奈米工艺开始应用GAA全环绕炸集奈米片电晶体结构,这有助于提高效能。 此外,台积电还将基于2奈米节点,推出背面供电BSPR技术,进一步提升晶片密度和速度,预计2026年量产。 但目前,台积电2奈米还在初始测试阶段,台积电可能需一些时间才能正式量产,目前仍按照计划进行。 如果晶片或制造过程出现问题,可能会导致延迟。 业界有声音此前表示,可以预见的是,苹果大概率将会是台积电2奈米制程初期的主要客户。 毕竟2奈米制程成本要更加昂贵,初期量率也将不会很高。 不过,为了稳定苹果这个2奈米制程的首家大客户,台积电可能会给予一定的折扣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为确保首批2奈米的产能,苹果高层此前已经密访台积电。 日前,苹果营运长Jeff Williams被曝低调到访台积电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进行了亲自接待。 双方主要讨论了苹果自研、AI晶片的开发,以及台积电使用先进制程技术、生产晶片等事宜。 既包下3奈米首批产能后,此次苹果是为了锁定2奈米首批产能。 如苹果双方达成协议,仅今年台积电的收入就可能达到6000亿新台币,约186亿美元,有望刷新、起营收记录。 苹果作为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主要客户。 第一批晶片组预计将于明年在iPhone17系列上首次亮相。 M系列晶片也将采用同样的技术。 总体来看,得益于人工智慧、AI晶片的强劲需求,台积电现有3奈米产能,已经供不应求。 业界最新消息称,产能到年底前都排得很难,为此台积电不得不提高3奈米代工服务价格。 业内消息则称,苹果已经与台积电秘密达成独家协议,包下台积电2奈米首批全部产能。 这与此前,苹果独占首批300米产能的做法类似。 当时的A17 Pro为首款采用台积电300米制成的量产晶片,拥有约191个电晶体。 而现在,为应对更新的AI晶片订单需求,台积电位于高雄的第二座2奈米工厂也在加紧建设当中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